好 我們現在要來按鈴 控告韓國瑜市長 涉犯刑法104條的外患罪 順手按下控告鈴 陳志忠夥同奪為議員 27日前往高雄地院 大動作要來控告韓國瑜外患罪 然而即將結束大陸行的韓市長 聽到後第一時間這樣回應 我聽說今天早上高雄市議員 陳志忠到法院按鈴告我 我覺得陳志忠議員 為什麼不到法院去按鈴 自首他有沒有犯了外遇罪 為什麼要按鈴申告韓國瑜的外患罪 我覺得是非常奇怪 戴著口罩幾乎遮住 整張臉2018年10月份 陳志忠被媒體直擊上招待所 上車前還在 以不捨似乎還想要再來一輪 到底是跟誰在道別 就在他抵達前的20分鐘 有兩位辣妹早就在門口等待 一人穿高差禮服 另一人則是清涼短裙 都是北市知名酒店的紅牌小姐 不僅如此 2010年陳志忠性交易遺事 就被法院認證過 韓市長大陸行 明明是平經濟 卻被陳志忠指控外患罪 沒想到立刻遭到打臉 只能說陳志忠現在臉也太腫了吧 記者綜合報導 直播